回到中天晚间新闻的现场 在今天的大追集 我们要为您追的 就是再过几个月 七月份呢 高雄试运就要进行了 但是您知道 高雄希望能够打造 变成一个艺术之都 可是我们却发现 真的快变成了浩劫 原来造价上亿元的 高雄捷运公共艺术站 结果在这当中 火车站的两幅巨大的 书法字画投影 竟然反了 这是国际书法名家 董阳的这个整个的辉豪 不过呢 呈现出来的艺术品 投影反了以后 就是说自续颠倒 每个字的左右也相反 我们看看 整个颠倒情形 不是左右相反就看得懂 是完全看不懂 那么主要呢 在这当中呢 又是前高杰董事长 陈敏贤的大姨子 来承包的 所以这个事情传出之后 真的让人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么这里面 到底承包有垄断之说吗 我们的独家报道 巨大的书法投射艺术品 由知名书法家董阳思 以行草刺体挥毫 乘客进出高雄捷运 很难不去注意他 忍不住多看一眼 不错啊 只是我以前学的是楷书 所以这种草书 比较不用那么了解 知道啊 是书法 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字 不是很懂写的是什么 很正常 因为它呈现出来 根本就是个乌龙 先看这一幅 最右边的这个白字 很明显投射反了 白字写出来的笔画不对 而从右到左 应该是知其白 另外一幅 最左边的这个手字 一看也知道开口不对 字的顺序 从右到左 应该是手其黑 另外懂杨字的落款 光看杨字也是反的 这一句知其白 手其黑 出自老死的道德经 意思是守中庸之道 不要过于不及 董扬兹如果知道 自己的字画成了这副模样 不知道作何感想 那在印反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在还没装自己 也是看不出来了 那等到说玻璃的正面 一装上去以后 那发现到说 他原来装反了 董扬兹出生于上海 八岁开始学习书法 毕业于麻州艺术大学硕士 最为人所乐道的是 帮杨怀明提了 云门五集四个字 在云门五集创办人 林怀明的邀请下 董扬兹书写了 云门五集这四个字 一位国际知名书法家的作品 因为投影错误 造成了大乌龙 公共艺术成了笑话 中间新闻 欧城文刘一新 高雄报道 紧张 未经计计刑 自发 云城文创办人 观众 明镇 远